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没有落盘 因为我是看它很重 我想说木头很重 大概是比较好的木头 至少不是三甲板 你当初买多少钱 就是三万块左右 三万块 好 这幅木雕画作现在值多少呢 我们也要请教授帮我们见价 请见价 八万元 哎呦 不错耶 因为这件的木头 是属于比较硬木之类的 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纹路 应该是属于酸之类的东西 所以它的木头的材料是蛮贵的 然后另外我们看它这个 整个雕工是相当好的 虽然不是说非常好 但是从这个龙的这个浮雕 这种浮雕式的表现法 这个龙浮雕还不错 高高低低的 很好 但这底部变化少一点 这是它的缺点 如果底部可以再变化多一点 那它的层次就更高了 就更好了 但是它这上面做出来 这个龙的浮雕 基本上做得还蛮好的 也需要一些时间去把它雕出来 所以大概是8万块钱 谢谢 蛮漂亮的一幅木的雕画